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今的社会诈骗的花样实在是太多了 当然天上掉下来的好康本来就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对很多人而言现今的社会有很多诈骗的案件 因此人们就对很多陌生的东西产生了很大的戒心 但如果你愿意跃跃一试 你会愿意承担这个后果吗 你会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 如果结局是好的 或许就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结局是坏的呢 哪个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电影就是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部片的 这部片是什么呢 就是世纪婚演 这是神秘句点 我是Gary 好这个世纪婚演呢 是Sony发行的 那女主角是之前演过这个《玩命关头》的 那个很搞味的那个 娜塔利·安曼女所饰演 然后呢 男主角 你或许很陌生 但是如果你有看 HBO Max的《Gobbs Girl》 《花边教主》新版的这个 这个影集的话 那你一定认识他这个人就是 汤马斯·达赫蒂哦 据我所知这个男的好像是英国人没有错 对 他好像是英国人 然后这个演员呢 他在《花边教主》里面演的是一个 双星链的婉裤子弟 新版的《花边教主》口味还蛮重的 因为毕竟 平台是移到了新版的这个 串流平台上面去饰演 所以他在里面其实有还蛮不错的表现 那他这一次也设计婚宴 我是觉得蛮这个 蛮惊奇的 因为他在这部片表现得 蛮好的 而且我觉得他演吸血鬼这个角色 非常的适合 咦 我爆雷了 我就是要爆雷啊 对 因为我发现我不爆雷的话 我讲不下去 而且我会废话蛮多的 因为 这个有朋友跟我说 我这个影评讲得太长了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但是因为都是在这个 不爆雷的束缚之下 所以 你没有看过这部片的话 就赶快关掉 因为我等一下要爆雷了 好 我要开始讲了 其实这部片呢 就是在说 一个这个 来自这个远方的这个 英国的皇室家族 好 那纳塔利·艾曼妞 她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呢 她是一个 混血的黑人 她不是纯黑的 所以 呃 你可以发现说 她的演员本人 如果大家有去看 这个部电影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 这部片的这个女主角 好 真人演员 她不是真正的 其实她是真正的黑人 但是她没有说 太太黑这样子 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黑人有分好几种的黑 一个是真的超级黑 那有几种是拉丁人的黑 那有一种是 差不多是浅色的那种黑 那 纳塔利·艾曼妞 大概就是像那一种的 可是 也不能说 她是有混白种的 不过因为这一次 她的肤色的关系 所以说 她被 在剧情里面设定 就是一个 呃 跟这个英国皇室家族里面 呃 白种人生的 这个 混种的黑人 好 那女主角的设定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女主角 她原先是在 纽约工作 那我们都知道 在大都市 工作 物价很高 然后工作又 又 薪水又 又少 靠小费生活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工作是很辛苦的 服务业都是要靠小费为生 那那个 你也知道 要在这种上流的社会之间 游走 呃 服务他们 有时候他们就 就很击巴 有没有 对不对 好 那 有时候拿不到小费 一天的薪水就 可能也寥寥无几 所以说 对女主角而言 好 她的生活 就是这么的 悲惨 与 凄凉 但 我所谓的悲惨与凄凉 不是说她生活困断 而是说 好像在这个 这个大都市生活里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梦想 也没有什么一个 可以让她前进的动力 更重要的是 她没有家人 所以 这前面的铺层 就铺到一个 就是说 呃 你想不想知道你的过去 你的祖籍 你的祖先 你的祖籍 你的 你是来自于哪里 Where are you from 这样子 你是来自于哪 哪 哪个家族的人 你不会想知道吗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店里面 这个女主角 她是孤苦无疑的 因为她妈妈因为得了癌症死掉了 所以她就在这个好奇的情况下 投力了一个机构 好 这个机构 我不晓得是什么机构 就好像是类似 测DNA之类的 结果测到说 她其实是来自一个 英国的皇室的家族 而且是 好几千年的那一种 那个大家族的那一个 那她是有血缘关系的 后来呢 她就在接到这个邀约之后呢 诶 突然有一个白人 自称是她的表哥 来跟她这样子 呃 搭理 然后说 你是来自于这个家族的人 好 那希望你能过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但事实是 她还真的是这个家族的人 她还真的是哦 好 所以 这个女主角她一过去之后呢 就是 中间就开始了 然后遇到这个男主角 遇到这个男主角是 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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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女主角 Evie Evie 她就是 刚到那个地方 好 就 遇见了这个 华特这个人 好 然后 刚开始 没有什么太 这个 太太太密集的交集 但是在偶然的这个谈吐的情况之下 慢慢慢慢慢慢 两方开始互相吸引 于是呢 这一段 这个 原本以为可以促成的这个恋情 就这样子展开了 但是殊不知 原来这个家族是一个吸血鬼家族 好 一个吸血鬼家族 当然 我觉得这部片非常特别的 就是说 我觉得她铺成铺的很好 就是说她前面给你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 你好不好奇你来自于哪里 然后她还真的去了 当然我最喜欢的就是 Evie跟她这个姐妹套的对话 这个姐妹套是她工作上的同事 那 两个人 其实我们都知道黑人聊天是还蛮幽默的 有时候就是还蛮毒舍的 讲话就非常的简 什么之类的 那聊一聊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她的姐妹套提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 我觉得是还蛮乎现实社会的这个情景 因为她对她的 因为她对Evie说了一句话 她说 她说 你像就突然接到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信件 然后他们来说是 你是来自于这个英国的皇室家族 那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可不要大老远跑到那边去之后 就就就说要来 要要要要来求救你 我可是救不了你 因为毕竟美国跟英国是十万八千里远 对不对 然后这Evie就说放心 什么我没事的 I will be all right 什么之类的 事实证明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事情 对不对 好 那 人就是这样 好行星会杀死猫 潘朵大的盒子就越是要想要把它打开 好 那 这个铺层 第一个铺层我讲完了 我觉得这个铺层铺的非常好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 然后 第二个就是 这个华特 华特 选角选 我觉得这个选角选的还蛮好的 因为华特他的这个本人 汤马斯 你看他脸就是一点邪恶 然后邪气的样子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马 对不对 当然他一开始也不会跟你讲太多 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的彻底 有点像掉观众的胃口 虽然观众都不是白痴 我们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好 依我们第三人称的角度来看 但是如果我们是第一人称也就是以Evie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家人 好 如果说今天我是Evie的话 我会觉得说这个家庭的人就是 一种上流社会神秘的氛围 好 虽然说我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对劲 但是就是有一种一道墙 好像很难以突破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觉得说这家人就是很高不可攀这样子 好 然后 每到事情好像快要越 越远越低的时候 这个华特就会突然跑出来跟你说 这个 你不要这么样子吗 对不对 然后你就留下来吗 对不起我的错啊 什么之类的 而且是发生 好像发生两次来三次的样子 都是在Evie觉得事情有点不大对劲的时候 华特就突然出来结尾 所以我觉得这个铺陈铺的蛮好的 就是一方面要让他发现要戒心 但是虽然就算我们观众都知道 实际上的情形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 我还是要讲哦 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说 你当然不会觉得这一切有什么奇怪的 谁会 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会去想到说 在我眼前这个人是一个吸血鬼 不会啊 对不对 不会啊 所以说这个剧情是蛮贴近现实的 而且铺陈跟他的剧情走向 我觉得是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泡泡 然后 等到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这部片是要讲科幻 不会太科幻 但是他就是那一种 当一切水落石 其切的事水落石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原先没有办法预期想到的 但事后却发现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 那个第三的铺陈的这个部分 就是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解决问题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蛮棒的 因为 呃 纳塔利艾曼牛 你看这个女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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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样子 就是强悍 你看 看 看他的样子也看得出来 他 他应该也不是演一个 就是 会任人宰割的角色吧 对不对 所以说在最后的部分呢 就是 他跟这个男主角 对簿公堂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铺陈 也是铺的蛮棒的 所以说 所有的这个总结下来 我觉得 世纪婚言 他给 观众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 前面有点像在看这个 目光之城 那后面就是有一点 就是像是 这个 就是 这个 真正的这个 我记得有部电影叫什么 绝 绝命大反扑 还是什么的吗 什么什么之类 有一部吸血鬼电影 那个是由 那个杰哈德巴特勒 所饰演 那个是好久 好久以前 那一部 一部电影 那个是吸血鬼电影 是 是神鬼大反扑 还是什么的 反正 杰哈德 杰哈德巴特勒 有演一部 那个神鬼的 那个 那个电影 那个就是吸血鬼 跟人类的 人类之间 那个对战 那一部超级的血型 前面 世纪婚言 也是走这样子的风格 前面 当然就是 像一个 就是 总是要找一些诱饵吧 对不对 把你拉进来 好 然后跟你 拌弄一下 然后最后 真面目掀开来 发现 哇 你们全部都是一群吸血鬼 对不对 然后 还是一个 就是专门吃 吃 吃 吃这个 吃人的 喝人的 这个血 在这个 在这个 外表演 演示的 这个情况之下 没想到 暗地就是 残害 无尽所有人的生命 让那些无辜的人呢 就这样子 毁在他们 这群家人的手里 对不对 然后想尽 这个 这个 人间 所有的什么 荣华富贵啊 权力还什么之类的 当然那些狗屁的 什么上流社会 那些 言语 其实那些都是点到为止 其实看了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 我真的还蛮喜欢 他的铺陈 跟他的动作戏的部分 还有最后结尾的部分 其实他的 他的所有的剧情 都是一气呵成的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违和感 重点是 这部片 虽然是低 低成本的电影 可是 我觉得他给观众的东西是 诚意十足的 所以 呃 也许你不要觉得说 这部片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 就是感觉好像是 会是一部烂片吧 其实不会的 好 如果说 你真的没什么片可以看的话 或想打发时间的话 其实可以来看看这部片 因为这部片 我觉得 女的美 男的帅 然后重点是 我觉得 当真面目还没有露出来的时候 那个 那个男女主角在调情的那一个部分 其实是会让一些 像我这种 花痴的观众 我觉得还蛮心动的 会蛮心动的 就是说 如果说 你不要讲你的吸血鬼的话 我觉得一切的氛围 都还制造的蛮好的 制造的蛮好的 所以说 这部片 带一点 爱情的成分 也带一点 悬疑的成分 也带一点恐怖的成分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他带给大家 所有的元素 爱情 悬疑 恐怖 跟动作 我觉得都是 一期合成的 虽然说 是小作品 不过 还蛮称致的 推荐给大家 有机会的话 尽心愿来支持这部片 因为 我跟你讲 这部片的演员 颜值都很高 剧情也不差 所以 听我这样讲完之后 你还不去看吗 我当然 这部片对大家来说 可能不是那么的重要 不过 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 其实 这部片 我觉得 毕竟给一些新演员 一些机会 对不对 因为这两个演员 爱曼扭 其实出道蛮久的 但是这个 他马斯 他出道 其实没有多久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 用行动 来支持他们 我觉得 对 所有像我这种 银吃派的人来说 其实 给他们一些 不错的 这个 动力 也就是说 进戏院来支持这部片 其实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好 四季欢眼 推荐给大家 好 尤其是对那些 吸血鬼 如果你是吸血鬼空的话 我觉得这部片 还蛮满意的 所以 我不会骗人的 如果说 你们 还是觉得 有怀疑的话 相信我 赶快去看这部片 就对了 这是今天的神秘据点 我们下次 云端见 我们下次见